中國式的擺佩 為了完成那種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面先說台灣 後面說一下中國湖南 絕題荒唐的後續 昨天收到一條觀眾的爆料訊息 指出最近正在舉辦世界劍道錦標賽 而一位台灣人 他竟然代表中國國家隊出賽 而孵化一堆這種統戰性質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人 就是出自於廈門的這種台清基地 其實中國各地有蠻多這種台清基地的啦 那中共政府利用這種所謂的民間交流 鼓勵台灣人過去就業啊 創業啊 或是去那邊生活嘛 OK 但是就有很多真的天真浪漫的台灣人 以為啊這就是民間啊對吧 歐美台灣也有民間的東西啊 但事實上就不是嘛 其中就是包含什麼體育產業的示範基地 你搞笑啊 難道中國人去非洲做生意 開餐廳 那你們也是非洲人啦 那也等於說非洲比中國進步 所以你們才要去非洲開店啦 是這樣子嗎 台灣政府是不是要查一下 他拿著台灣身份跟國籍 語法 語理 最後的語情 全部都不符合吧 他可以代表 中共國家隊參賽嗎 不是說 啊我們只談工作不談政治啊 只談體育不談政治 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如果是這樣子 你怎麼又換上五星旗 但你又不敢真的去換國籍呢 要知道啊 這中國如果有南美洲的人啊 參加中國的足球隊啊 那他就必須入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拿到中共國的護照 這位人兄 你拿紅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去參賽了嗎 你未來去歐美日韓比賽 或是出國 請問你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紅色的護照嗎 你肯定不是嘛 你肯定還是拿中華民國台灣的護照嘛 台灣政府是不是要出來查一下啊 他都貼五星旗代表出去參賽了耶 還在那邊給我政治歸成政治體育歸體育你 他是不是應該要放棄中華民國國籍呢 當然啦 我相信這位人兄可能要找藉口 啊 所謂的台灣當局啊 或是所謂的中華民國地區啊 又不算是一個國家 如果不是一個國家的話 我要怎麼放棄呢 OK啊 那你出國就不要拿不是國家的護照啊 你去問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 這本護照是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發放的嗎 是中國大使館還是中國外交部還是中國公安局發放的嗎 你去問一下嘛 如果都不是的話 你拿的那本是什麼呢 這種藉口就不用講 因為以前那個舔共的PK台面 他就講過這種幹話 講了這麼多 你還是不肯放棄不是嗎 看來你的劍術 你的劍道啊 遇到共產黨會軟 OK 接下來說一下 湖南洞庭湖絕題之後啊 中共一開始不是叫一堆粉紅去那邊擺拍啊 拉橫斧啊 說共產黨萬歲啊 共產黨來救民於水火啦 最後發現啊 洞越來越大啊 你怎麼辦呢 開卡車下去填啊 神風特工隊啦 到昨天晚上統計啊 洞口已經200多公尺寬了 大概就是小學的一圈操場把它拉開這麼寬啊 而中共看到破洞越來越大之後呢 才停止了啊 不行啊 這樣我們要兩三千台卡車下去沒有辦法 華為的電動車啊 比亞迪的電動車 跳下去填不好好像也來不及耶 放在歐洲海關那邊 自賣自銷的電動車運過來也來不及補這些缺口怎麼辦呢 好啦 我停止用散砂 我停止用這些卡車去填補 我開始用了正常國家會使用的大理石碎石或是銷波塊 像台灣之前那個颱風來嘛 我們就用了貨櫃屋嘛 也弄了這個大石頭嘛 最後才用一些小砂石碎石去填補嘛 原來你們終於會超功課啦 那為什麼你們前三天一早發現地基有下線哦 還沒有所動作 而且十幾年前啊 洞庭湖啊 也發生過絕體 那你們不是更應該有所警惕嗎 結果你們等到有小破口出現的時候呢 在那邊搖旗吶喊啊 用細砂填補 原來洞庭湖的水也會聽黨話啊 你們去Youtube發現一下十幾年前啊 也是洞庭湖那邊附近啊 絕體 然後呢 你們還是用卡車去填 奇怪 為什麼救災要揮共產黨的旗子呢 現在已經填補了87公尺多啊 所以你看嘛 可以做到嘛 你們一天就回填了87公尺 但你們在絕體的當天 或是絕體之前 你們 連87公尺 你的門都補不了啊 這算不算人禍 這是啊 如果200多公尺 你們都可以回填到87了 那之前一公尺的時候 50公分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做的 所以啊 我們攤開大陸歷史來看 可以發現 中共是故意要讓這次傷害造成的 結果呢 現在 二次防線都快告急啦 今天上午 我省洞庭湖區 重點院 第一房加護工程開工儀式 在岳陽市湘音縣舉行 在團舟鄉團東聯堤段 十多名黨員組成黨員偷擊隊 正在對大地兩側的雜草灌木 進行親機掃炸 為有效應對訊息風險 團舟鄉黨政班子分段指揮責任導人 第一時間發動黨員幹部下沉一線 對峽區內所有電牌 樓閘低房橋樑黨進行全覆改體檢 說說大陸這片土地自古以來的官場文化 昨天說了一部分嘛 我們今天說的另外一個部分 我就是要利用天災 賺中央的經費 那其實因為我中央也有人嘛 中央也知道我地方在搞什麼 對吧那假設我中央要撥款十億好了 那就是兩億用在重建啊 安撫災民啊諸如此類的 那真的分下去又有多少 這個不得而知 那剩下的八億呢 三億可能就是還給中央負責的那一坨部分官員 比如說你們這次中央調度的有快二三十個人 那三億就你們二三十個人去分 因為你們下面還有人要養 那剩下還有五億呢 五億就是你們地方官員分啦 對吧我撥給你們你們怎麼用怎麼用 所以為什麼治水治了二三十年治不好 而中共不惜利用民間損害來演出這場戲 賺錢嘛 一方面又可以搖旗吶喊 你看第一局我們輸了 第二局我們逆天而行 我們反轉的這個劇情 然後其他這個不知道真相的粉紅就 哇共產黨好努力喔 卡車都開下去了 黨旗都拉出來了 我們要更加堅定的愛黨 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希望民間或是企業出來捐款 你看這次這個霸王別姬啊 中共國的那個飲料店不就出來捐款了嗎 但是啊這個飲料店出來捐款被罵爆 你看你捐款之後又是一筆官員可以貪污的費用了嘛 所以為什麼之前啊 比如說貴州商火啊 還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 都是今年嘛 他們可能會捐物資 捐羽絨衣 捐過去的羽絨衣 捐過去的物資又被貪污掉 那怎麼辦 好那我不找這個官方的途徑去捐款當窗口 我直接對點找這個受災戶的老師 寄過去老師打電話來說他沒收到 打電話過去才說 中國有物直接把你這個羽絨衣的捐款啊 頒給我們中共國官方的救災單位 所以這次啊非常多的中國網友都不願意 為此行為買單了 我們可以發現最大的轉變 就是從去年的桌州跟霸州水災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民間捐款 企業我們先撇除掉 基數越來越少 一方面啊 中國通縮消費降級 經濟確實不好嘛 一方面也是啊 有一部分中國人看清形勢的 你看啊 有人說捐款也是真金白銀啊 不捐的原因大部分是到不了老百姓手裡 你看我覺得網友說的很有道理啊 你與其把錢捐給中間商 捐給所謂的國家單位啊 你不如提高自己員工的福利啊 愛國錢先學會愛周邊的人 提高全民素質 愛國太簡單喊口號就行 愛自己周邊的人卻要付出實際行動的 平時看到插隊都不敢管的人 還指望他們去愛國嗎? 堅決抵制我絕對不會買你一杯啊 現在還有企業趕出來捐款啊 你勇氣可加呢? 但是還有小粉紅在嘴硬 硬要面子工程跟這個黨的擺拍是一樣的 紅撈已經造成將心156.3萬人啊受災 目前災區情況如何呢? 下面粉紅說 很多這個中國的反賊啊 跟台灣的1450啊 陰陽怪氣還破防了 說明這次洪水做對了 建議啊 洪水全國推廣讓1450破大防 下面這個關鍵字搜查還有什麼呢? 為什麼今年水災海外沒人捐款? 而最近中國啊 六十幾個縣市挪用農村的學生營養餐費補助金 雖然這個農村的情況啊 相比十幾二十年前有越來越改善 十幾二十年前啊 你可能一天有吃一頓肉 在這個餐裡面 你一天吃上兩頓就已經很好 這個其實你們自己去 爬大概十幾年前的中國農村的那些文章 還有這種狀況 當然現在啊 絕對是比十幾年前好 但你要跟歐美地方 跟台灣日韓的農村比起來 還是相差甚遠啊 那中共這66個縣市啊 挪用營養午餐的經費 來還地方債務 讓許多中國民眾生氣啊 你看你有錢挪用餐費 沒錢抗紅抗災 沒錢照顧老百姓 因為你的原本的那些錢都被貪污掉 你只好挪用到民眾百姓 僅有少數的福利政策 OK 先別急 你們說的雖然都是事實 但問題的本質不在此 中國農村人口 佔比有九億多 你們認為只有66個縣市挪用嗎? 還是說這66個縣市是 即期的代表 我每年是要抓出一些這個貪官 來給中國的老百姓看看啊 原來我們國家沒錢啊 是這些人害的 而不是中央政策 導致什麼外商撤離啊 規模縮減啊 那你一旦這件事情有發生 中國內陸省份是靠什麼賺錢? 租地 你有沒有發現 這幾年中國財政 內陸省份越來越困難 是因為沒有廠商繼續跟你租地 沒有建商要繼續租地 因為很多都爛尾樓了 那這個是很大一塊的財政 問題的本質在這裡的財政缺失了 如果只是一個地區 是這樣子那可能是這個地方官員的問題 但如果是好多不同的地區 都發生了這樣子的問題 那就是中央的政策導致的啊 而且中央的錯誤政策 也導致了資金鏈斷裂 歐美日韓台灣的銀行 正常來說啊 比喻啊 10個坑 7、8個井蓋 互相借來借去 本來就是這樣嘛 銀行不可能那邊放那麼多資金嘛 但中國是什麼呢? 10個坑 只有3到4個井蓋 所以為什麼會祭出一堆啊 我為了所謂的防詐騙 你要下去跟派出所申請 我要刁難你 領錢取款 現金的那個過程 拉越長越好 因為我只有3、4個井蓋 我那個調度的天數啊 需要很長 所以為什麼疫情期間 導致很多銀行啊 中國的建商爆雷或破產 當然如果你們只相信中國數據的話 也可以 你們自己去看 中共國的財政數據 攤開來 去年只有 廣東、上海、北京 一些沿海的地方啊 6到8個省份 或是直下市有賺錢有盈餘啊 而其他 內陸20幾個省或是直下市 全部都是大負債的 即便是把有盈餘的省或是的錢啊 去支援20幾個負債的省或直下市 那你們的漏洞還是非常大 填不滿的 收支不平衡 而且啊 今年1到4月份的財政收支損益啊 只有上海 只有小小的 真的是小小的盈餘一點點 連廣東都是大虧錢的 那你說這個是66個縣市長 或是66個市委書記、省委書記 挪用經費造成地方債務的嗎 絕對不是嘛 他們挪用營養午餐去償還 這個是一個結果 那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結果 中央嘛 你當地的官換了十幾批 還是這個樣子 而且每次換地區領導啊 人民都會以為 中央又派了個拋青天來 殊不知 在昏君一人獨大的體制之下 即便出了個拋青天 他能改變什麼嗎 如果這個拋青天 他不是中央那個官 或是什麼一品啊 從一品啊 請問他能改變什麼 如果你們寄託的是一個人可以改變 那他還是獨裁體制 因為你們寄託的不是擁有一個完善的體制 那有什麼用呢 完善的民主體制裡面 十個都還可以出一到兩個貪官 不完善的民主體制 是十個裡面出三到五個貪官 而獨裁黨天下的體制 是十個裡面出十個貪官 你不貪污 一起納投名狀 你若沒有把柄 你怎麼往上爬 我怎麼敢讓你繼續上位呢 因為你沒有把柄 而我有把柄 那如果你未來想搬倒我的話 怎麼辦 所以最好是你一起談 當兩個上位者 他們在黨內鬥爭的時候 我們要看準風向要站誰那邊哦 如果呢 你站錯了那邊 等到他倒台之後呢 我們有絕對的把柄 把你們這些人全部弄倒 因為大家都有貪 但是我們現在有槍桿子 你沒有槍桿子 這個就是中國 自古以來的官場特色 再說一次啊 連民主國家 都有可能出現貪污了 你說一個沒有司法獨立啊 官員財產沒有透明的國家 他的基數會比民主國家少嗎 當然啦 在小粉紅眼裡 你沒有做到100分 那就跟我中國共產黨一樣都是0分 對吧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記得一定要幫我防守 或是賠優子在賠優子 在賠優子 谢谢大家